好 從眾繼續帶你來關心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台北市長任內的 精華成縱積率弊案是被大家有所質疑 那現在呢 檢調是從要把他的土力這件事情 給鞏固起來 今天上午呢 再度約談了 前都發局長林周明 而其實北溪議員劉主惠也在提出 當初在整個容積率從392要變成560的過程當中 其實台北市的政風就已經提出建議 認為這中間可能會有違法的疑慮 不過呢 台北市長柯文哲在當初卻執意要來過關 我們帶您關心 392到560真的是因為監察院的要求才去改變了嗎 事實上我發現一些公文的流程好像不是如此 那未來我們也會再整理過後 或許我也會再提供給北檢做進一步的調查 那林周明局長因為他參與的也是這一塊 他可能也有相關的資訊去補充給北檢 包括說那一份政風處的提醒 其實他有一個母文 光文主文 那一份主文裡面就有清楚的記載 2017年8月18號這個威京的沈先生到市政府來 跟林青龍副市長還有都發局的林局長所拜會跟陳情的事項 而當時為什麼會有這場會面 起因應該就是之前洪建議員揭露的朱將軍雅虎的那一封陳情信 以及當時市長市主任所交辦的變遷促成了這場會面 但是當時市長市主任所交辦的變遷裡面 只有交辦給林局長 那為什麼後來會上升成績到副市長也參與這場會面 是不是後來柯市長也有要求林青龍副市長也要參與會面 那為什麼跟這兩家有關的就可能會出事 南港轉運站BOT現在也嚴重的延宕當中是星光來標的 那我當時也覺得很奇怪啊 星光集團它就不是交通專業的 為什麼要讓他來標一個交通轉運站的BOT呢 這也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這三咖又是不是哥良好 當時也有人來跟我檢舉陶珠影院這場影驗的人 提到說裡面好像也有這個星光的舞董 我也有問過柯主席說有沒有星光的舞董 不過柯主席只承認有唱歌 好可以聽到尤淑輝是強調 至於公務人員都會對陣風的提醒有所警惕有所警覺 但他不理解為什麼柯文哲當初還是質疑這樣去做了 而其實這幾大案包含了金華城案 北市柯案 以及雨果市場都牽涉到了包含星光集團 以及中工威京等等的財團 那尤淑輝也質疑說 當初柯文哲去桃珠影院歡唱的時候 時間到底有沒有吳東進 到底有沒有星光財團的高層 但這件事情柯文哲當初是沒有否認 但是也沒有承認 尤淑輝就說柯文哲他自己說要廉政要公開透明 但自己卻完全沒有做到 好